《路邊攤》在書展舉行簽名會 那些公仔很漂亮 因為我覺得路邊攤很搞笑 而且她的畫風很可愛 她跟其他漫畫家不同 其他漫畫家都比較大眾化 為吸引觀眾而畫 今年路邊攤出的新書 跟她的日常生活有關 這本書是講她的照顧生活 我知道很多父母照顧小朋友 壓力很大 很辛苦 我都希望我們看完我的書 可能在裡面找到一點安慰或共鳴 大家可以參考我的方法 如何應對他們 對小朋友不用太認真的 我們比起去灌輸一些我們自己的想法 給他們 有時候我覺得應該吸收他們的想法 可以放鬆一點去對待小朋友 從事漫畫創作多年的她 認為漫畫的創作是天馬行空 有接入行的人 可以看多些不同的人的漫畫 充實自己 MN News記者 許曉峰報導